今天晚上的事情 书信都告诉我了 是我 那个相框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都把她放在床头柜上 你打草卫生总是马马虎虎的 每次摸你的桌子都是一层的灰 唯独那个相框一尘不软 你觉得值得吗 你想说不值得 你想说这么多年来牵挂着他们 你们不值得 可是这不值得三个字你受不出口 说出来会伤了你自己的心 我觉得我真傻 我还以为他们还是小时候的小朋友 老大 不 你不傻 你也见过人生百态 你也知道人会长大 都会变 都会竭尽所能地去适应这个社会 你只是没想到 他们会变成这样 所以 你很难过 主啊 人嘛 就是那么回事 都会生气 会难过 会犯错 会后悔 风平浪静的时候啊 人人都愿意做好人 人人也都可以做好人 可是 一旦摊上事 这就是人生啊 我可以被任何人骗 可以被别人当侯爽 我没想到 没想到 没想到骗我的是他们 那你想怎么样 想去追究他们 想去跟他们斗 想把他们 也弄得跟你一样身败名裂 不 你做不到 你不是那种人 你就是做到了 你也不会觉得解气 解恨 你也不会觉得痛快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在你的心里 他们是你永恒的友情 他们是你 他们是你比亲人 这还要亲的兄弟 不是吗 你怎么听到 你怎么知道 你一直是你 尽商 有事 好 走 昨晚的开业宴怎么样 没怎么样 那个姓马的没放话说 这个事情不追究了吗 他不叫姓马的 他叫马之武 原来 你能不能给他一个痛快话 你要通过什么事 他知道了 他全知道了 真的知道了 那他什么态度 是 约夕 如果有一天 你成为重视之地 你要记住 一切的压力 一切的责任 用力自己承担 因为你是个男人 你这叫什么话呀 你是他爸爸他是你儿子 你想撒手不管哪 爸 你一定有办法的 你要帮我 这件事已经不由我控制了 身上大权 不在我手里 有办法 一定会有办法的 他不是那小学同学吗 你没跟他套交情啊 他不是很穷吗 对 我们可以给他钱 我们只要双管齐下的人 钱 钱 你就知道钱 他不是那种靠钱就能摆平的人 你冲我发什么火 这会儿你把他是说成圣人了 这件事情是你搞砸的 你搞清楚好不好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只要在那个开业宴上 把什么贺铁军搞定了 马之舞就不再死缠乱打了吗 别说了 躲 你就知道躲 遇事你就躲 这就是你找的老公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 我们谷家怎么会找了这么一个女婿 我能废 妈怎么办 我会不会坐牢 行啊 都别说了 你爸不住用 还有你妈呢 你放心 妈不会让你坐牢的 没事没事 先吃饭 吃饭 喂 慧星 什么事 渣局长 哪个扎局长啊 不好意思啊 慧星 我现在家里有点事 我回头打给你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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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我说四瓜 你爸长得真像四瓜 瘦瘦的 可你呢 这分明是有冬过嘛 富泰 来 来瓶啤酒 冰的啊 好 这么活儿 咱不生气了啊 他俩干的那个事 我也不愿意多说了 现在只要你愿意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哪怕你让我跪下 我立马给你跪下 不生气了 我叫你来不是叫你下跪的 我是跟你道歉 真的 对不起啊 铁头 我不该跟你发脾气 我知道你一直是为我好 可是我把这家怨气 全发在你身上 芝麻胡 你错了 你就应该在我身上撒气 你撒气 说明把我当成真的哥们 行了 这个事啊 你也别怨他俩了 要是换做我是小胖 我也会这么做的 他也是为了他的儿子呀 对吧 其实这事我做的也不好 朕不应该让一个孩子 为我去作证 我这不是把人家孩子 往全崖下推吗 你说是吧 你说这事吧 要这么做的话 也不对 你说这事吧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挺厉害的 让这么个大老板天天的屁股好本儿追着我 还挺我的 那是必须的 这么糊 你记住我这句话 一辈子 随叫随到 其实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我骂他俩那会儿 我自己心里也犯嘀咕呢 你说我骂的是两个卑鄙小人吗 还是我再骂两个 从小跟咱们一起玩纸牌 玩木头人的小伙伴 最后一块儿了 你 小吴 到了 也在学习 我就要 可以 好 我 给你 我 и 我 我 务 我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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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我这忙着吗 我哪知道 他等你半天了 你就见一下赶紧打发走就得 姓什么叫什么你总该问一下吧 我说什么人都能见的吗 对了 他说他姓梅 梅花的梅 梅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 到了你们这个年龄正是做事业的时候 肯定忙 可是母孝只有一个 所以啊我就找到了你 谁让你是班长呢 这就在梅花的梅里还要跟着梅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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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里可以让你结婚了 我想在咱们的学校 彻底消失之前 由你带头 大家办一次同学会 好的 我跟同学们一直都有联系 那好 那这事就麻烦你了 应该的 你告诉他们 这一次同学会意义非凡 是在向咱们的杂六小 做集体告别 我希望来的同学越多越好 我知道 您放心吧 我一定把这事办好 太好了 我听贺铁军说 马之武和你们联系上了 他的事我也听说了 可我相信 我的学生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 圆满 你可一定要让他来啊 我听你说 不想你 你不想你 inken 我 ANYsteem满 我容易看 我该习狠说 我你听闻坐 只 RJ 说不说 不说我挂了 行 我说 刚才梅老师找过我 梅老师 咱们的茶友小要拆了 要拆了 梅老师想在拆之前办个同学会 铁豆 这事你来主办行吗 小胖 你又没有搞错 你是班长 你让我来办 我还配叫班长吗 铁豆 我有自知之明 我想让你来办 不是为了给自己省事 我是没这个资格了 算你小子有自知之明 坏事做多了遭报应了吧 铁豆 怎么 做了还不让说呀 行 你说 你尽管说 可你别忘了 这两同学会不是为我办的 是为梅老师为芝麻糊办的 同时这也是一个 缓和大家关系的好机会 你自己看来办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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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 我是你小学的梅老师 还记得吗 您是梅老师啊 我记得 我当然记得了 周总 我有一笔十亿的生意要跟周总谈 你们俩呢 要是高于十亿的 我是在浪费你们俩的时间 低于十亿的呢 就是耽误我的功夫 要知道 周总这个人可是只认钱不认人哪 李总 别这样好不好 瞧你了 别把我往绝路上逼 咱们这不说话 你听听 这就是人家芝麻糊说得好 人家做的事 还想怎么着 你和小胖就是太自以为是了 真是把人芝麻糊当傻子了 铁东 铁东 回去 替我们谢谢雪红 我知道 他邀请我和小胖 去参加开业晚宴 是想让咱们兄弟们以贺为贵 我承认 结果变成了不欢而散的闹剧了 我承认 我承认是我对不起芝麻糊 也许这辈子 我都弥补不了对她犯下的过错 可至少 我愿意为她去做任何事情 同学会我一定会去的 我要让她知道我周小亮还是原来的周小亮 我承认她 以后 绝不再辜负她 出来 人家那个大哥的晓军特地从澳洲飞回来的 现在就在飞机上了 还有那个 就那个小眼镜 唐晓三 人家刚动完大手术 听说要办这个同学会 二话不说 立马买了从贵州到上海的火车票 你就去吧 别拧了 好不好 志伍啊 人家铁军都跑到家里来请你来了 你还犹豫什么呢 老爷子啊 我倒无所谓 我就是跑跑腿子 再说我的面子也无关紧叫 要不这样吧 志伍 我现在就给这两个混蛋打电话 让他们别去 好不好 咱们眼不见心不烦 这个同学会啊 谁都能不去 但是你必须得去 你别打了 我知道你为我好 帮我带个号吧 就是我惦记大家 你也早点回去吧 不是 你真不去啊 芝麻糊 芝麻糊 老爷子你说他怎么这么宁啊 他就是这个驴脾气 铁军啊 你别着急 他呀主要是 心里的那个疙瘩还没解开呢 给他点时间想想 他会去的 你事长好歹行不行 该你办好的事你没办好的 我帮你找的好事你又不去办好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圆满 小小小 小小血不行啊 这这这 挺条的 你说 你自己说说看 那扎剧长是什么人 是你圆满随便想见 就能见得到的人吗 要不因为他是惠奇的表哥 你能搭打上这条线吗 是是是 我没说不起 改期总可以吧 改期 可以 我可以告诉他 圆满我们家袁大医生 因为要参加同学会 没工夫打理你表哥 让你表哥另等通知 可以吧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别别别 扎局长 我是真想见 顾云 可同学会哪边 你脑子没问题吧 当初我让你跟马智武套关系 你不套 我让你给马智武送钱 你不送 现在你想单凭这个同学会 就把这颗定时炸弹影星给拆了 你别做梦了你 我参加同学会 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那你脑子还真是有问题了 要不为了当副院长搭桥铺路 要不为了保护小夕 你跟马智武扶软套关系 两头您总得占一头了吧 什么就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你让我再想想 让我想想 我一会儿还得手术 行的 就你这脑子 你想也想不清楚 我来帮你做个决定 这个周末的犯局 你必须参加 你说什么 同学会你也不去 迪东 我真的是分身无数 分身无数 我现在就把你分身了 我看你也赶不去 迪迪迪东 咱们都承认了啊 承认了啊 走走走 我告诉你小胖 我就是几千万的生意都不做 这同学会我也得去 你信不信 你说了 我 我当然信了 那你一个破饭局 跟我几千万的生意比算个毛啊 是 是算不上个毛 那我再问你一遍 这同学会你到底是去 还是不去 铁头 你看啊 虽说咱们的杀利口小小要拆了 是挺可惜的 虽说我不能借这个机会 再次向织毛虎陪里道歉了 也挺遗憾的 可回头总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这饭局 铁头 这机会难得 有时候错过就错过了 可我真的错不起了 我得为自己的前程 行 圆满 别说了 今儿我算认识你了 出尔反尔 不讲信用 行了 我也不跟你啰嗦了 这个是芝麻糊给你的 铁头 这是芝麻糊吗 让我转告你 这件事就算翻篇了 好 提得好 那这个同学会 我更没法参加了 你说 我还有脸见什么虎吗 自己琢磨去吧 行 我不拦着你升官发财 你爱去不去 我看算了 这同学会也甭办了 你说我辛辛苦苦攒的局 主角不去 这同学会开着 有什么意义吗 这都 有一个人应该能忙着忙 就是这么个事 林老师 你说他俩干的什么事 你好好批批评他们 本来我也想好 你说同学会上 我就让他俩 当着所有同学的面 给芝麻糊赔礼道歉 这个事呢 就翻篇了 结果芝麻糊他死活都不去 铁局 你先坐 你先坐 这种骚主意啊 亏你能想得出来 大家能聚在一起不容易 那怎么能把同学会开成批判会啊 对对对 你老师说得很对 铁头 我不是为了逃避惩罚才这么说 到时候你真要闹这么一出 那可就太破坏气氛了 大家这次去参加聚会 那是为了和炸六小告别 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 我说 事情总得分轻忠缓急 清算和圆满的事情 可以往后放一份 现在最关键的让芝麻糊 必须参加这次聚会 对 不是 你想等到什么时候 老大 不是 我的意思说 别在那个场合 好了 好了 你们都没说了 那我来给芝麻糊打个电话 那行 芝麻糊小时候就对听您的了 您只要一打电话 他必须得到 对 对 你别在我跟前换 换一个我眼韵 芝麻糊 你听我说啊 你别说了 我不去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去 老同学们能聚在一起很不容易 能和儿时的伙伴们 重温那些快乐的时光 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你不要因为个别人做错了事 伤了你的心 你就拒绝和大家来往 是不是啊 这个世界上有些情感 但是什么东西都取代不了的 你们炸六小 马上就要拆迁了啊 你可不要留遗憾 我来 喂 哪位 志武 我是梅老师 梅老师 梅老师 我正和铁军 小亮 还有圆满在一起 他们把来龙去脉 已经跟我说了 其实 即便不说 你还不是当年的小志武 我的学生吗 志武 老师想你 这些年 这些年我经常想 当年那个最听话 最懂事的马志武同学 现在怎么样了 你现在成家了没有 工作还顺利吗 是不是还像小时候那么壮实 老师老了 见你们的机会啊 越来越少了 你就来吧 好吗 来参加同学会 看看老师 也让老师 好好地看看你 我多想 再亲你当面 喊我一声老师好 梅老师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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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